那你到什么时候才知道 做活红生的女儿 原来是要有 就当你会感觉到 有那个压力的那个时候 是多大 13岁吧 就是那一年 开始被媒体跟踪 她如果拍了你会写什么呢 一个13岁的女孩 能拍她什么呢 是比较一下 因为你小的时候 穿的衣服啊 然后 说这个女孩好不好看 对啊 就是很表面的 她漂漂亮漂亮 她好不好看 她读的什么学校 然后她每一天 在做什么事情 然后对还是不对 那一种压力 其实我们那个小的时候 就突然之间来了 然后 就突然发现很多事情 有时候 都还没有接受得了的时候 爸爸妈妈就把 我们送到外国去读书 那时候你碰到 这种困惑的时候 你会跟你妈妈聊什么吗 没有 因为我妈妈从小到大 都是对我们是很眼力的 你妈妈说她从 就这些年 其实她内心是有很多的委屈啊 或者有很多需要她去扛的事情 我说那你跟谁去说 她说跟谁都不说啊 就自己去慢慢的消化 你有没有很多这样的 其实我自己 压力委屈 也是不能跟别人说 其实当然有的 但是说真的 有些事情是 你讲了春长大有什么用呢 就是了解你的人肯定不多 会听你说话的人可能会很多 但是听了以后 她会做什么呢 她其实真的帮到你什么样的 就是讲出来还有一个后果 所以我们小的时候就选择不去想怎么样 长大了 然后自己开始有很多的经历 然后就发现原来父母的那一套 可能是最好的 真的 真的